屏東的大火 目前煙燒28個小時之後 終於撲滅了 現場盲目瘡移 現場最新 我們請這個陳佑來告訴我們 好 我們來關心 在明陽國際的最新的狀況 那目前持續 還是有一個人是失聯的狀態 那麼尤其現在早上 還有找到兩位失聯者 但是有一位失聯者 現在是送到了殯儀館 但是有另外一位失聯者 雖然已經發現了 但是因為人是卡在鋼梁上面 所以在整個搜救上面 比較困難 也因此現在消防隊員 也還在全力的 把這位失聯者救出來 那麼另外還有一位失聯者 還沒有被找到 所以也是整個搜救的進度 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不過在針對這一次 整個發生了火警意外的 事發的瞬間 那麼大家都在追 消防局長徐美雪 他的專業能力 現在是飽受質疑的 尤其徐美雪 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對外界宣稱 消防隊員進到了這個火警現場裡面 一射水就爆炸了 結果隔了一天馬上改口 說這些消防隊員 他們沒有射水 是進到了廠房裡面之後 就發生了爆炸 所以到底有沒有射水 這樣的說法 已經引發外界的質疑 怎麼前一天說的 跟後一天說的完全都不一樣 那甚至徐美雪他的專業能力也都被起底了 就覺得說他沒有外情的經驗 為什麼能夠來當這個消防局長呢 是不是恐怕有一些指揮錯誤的疑慮 才讓這些消防隊員命喪火場呢 對此徐美雪今天也有了最新的說法 他就直接對外界認了 確實講話講太快了 確實是口誤了 而且還跟外界說 廠商跟他們告知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射水這件事情 但是當講出了這一句話之後 恐怕又引發更大的一個風暴 因為竟然廠商沒有跟你講 有射水的狀況 那你怎麼在第一時間面對大家 面對鏡頭 再給大家資訊的時候 居然講出了這個消防隊員 一射水就爆炸呢 這是不是資訊上面 就有一點傳達錯誤呢 那也導致最後 大家可能都在追你的失言的風暴 他也認了他被誤導 但是這樣的話 真的能夠抿平外界的質疑聲浪嗎 甚至外界還有聲音要求 徐美雪必須要下臺負責 而對此徐美雪他說他不會戀戰 同時也會認真考慮 稍早屏東現場周春明 也是來到了現場 那他怎麼樣來回應消防局長 請辭下臺這一件事情呢 那麼周春明就說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還是救災優先 但是當整個救災任務結束的時候 後續相關責任 釐清責任檢討的部分 他們都不會迴避 話沒有說死 只是說現在救災優先 後續會再來討論相關的 救責的事情 那這個是周春明稍早 對這件事情的回應 不過在今天一早的時候 其實整個陳曉隊長 大家也都有看到 他非常非常的自責 因為在火警的第一時間 他就進到了現場裡面 結果七個消防隊員進到裡頭 結果有四位殉職 那他也非常的自責 說怎麼只有自己能夠活下來 當然講這句話 也是讓大家非常非常的痛心 而現場的狀況 目前就是持續的把失聯者找出來 還有一位失聯者沒有找到 另外一位失聯者 人已經是找到了 但是因為卡在乾糧上面 所以在搜救的情況上 是比較困難的 你讓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好 目前這場大爆炸案 造成了九人死亡 一個人失聯 上百人死傷 非常慘重的一個情況 死亡罹難者當中 包括了有四名英勇的消防人員 包括了 來 我們把他們的這個照片 也都提供給您 好 包含了賴俊儒 他是三十三歲 陳博漢三十二歲 中級議員是三十八歲 施寶翔三十七歲 都是相當年輕 然後呢 他們的有人才剛剛新婚 有人的孩子還小 確實這個家屬得知消息真的是心碎 旁人看的都覺得很不捨 而有一名才剛剛從這個消防隊 平二分隊退伍的替代一男 也非常不捨挨到了四名殉職的英雄 他說 早知道我應該要跟你們一起拍一張合照 好 包含從這個 他的悼念文當中 他也透露了一些他們之間相處的小故事 包含他說這個賴俊儒呢 他的便當總是不加飯 不加豬肉 而且呢 他非常願意分享自己在國外跟老婆的故事 好 他分享呢 他跟陳伯翰的故事呢 則是說 上個禮拜還幫你保養摩托車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收工錢的 分隊最高一百九罷告 那另外呢 他談到了終極元 他說分隊講話最溫柔的人 非常熱心助人的好同事 好 那還有呢 他談到了施寶翔 他說第一天在我到分隊服役 退伍前還請我吃麥當勞 你真的是大好人 好 那麼黃信的替代役男 他強調了 四個月的替代役時間 他在平二分隊受到大家的照顧 跟所有的隊員感情都非常的好 他不敢置信 竟然會發生這種憾事 出去七個人 三個人回來 其中呢 還有這個隊員插管 正在接受治療 人還在長庚醫院 同時他也寫下了 明明上個禮拜 他才跟大家慶祝退伍 早知道他應該跟大家一起拍一張合照 看到這裡 我想說 其實這種意外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比如2015年在新屋的保齡球場 當時造成了六名 也是相當年輕的消防隊員殉職 事件發生之後 官方單位都說要檢討 要改善 結果呢 到今天悲劇還是再度上演 是不是就是大家經常說的 今天公祭 明天忘記了呢 而關於這整起事件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也在臉書PO文 他說 他說他二十多年前去日本考察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些台灣的消防問題 包括他點出了 真正的公共安全 絕對不僅僅是消防署跟消防弟兄們的責任 預防要剩餘救治 他點出了三點 包括民眾應該要加強居家消防意識 還有企業廠商高危險的工廠要完善消防規劃 積查配套 還有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官方 應該要善盡督查管理 落實消防安全 他也拋出了救命三個關鍵 最重要的是 到底相關單位平常的時候 有沒有做到所謂的消防安全檢查呢 還是有些可能是私底下 有關係就沒關係 根本沒在檢查 就睁著閉著眼睛讓他過了 好 所以韓國瑜也點出了三個救命的關鍵 同時對於這殉職的四位消防弟兄 屏東縣長周春敏表示了 他說將會全力協助家屬來處理後事 而且要協助他們申請入忠烈祠以為英靈 好 那麼年僅33歲 這個英勇殉職的賴俊如 他的英國籍的太太呢 也表示了 他說非常感謝大家的愛護跟支持 陳伯瀚的表妹則是說 大家都覺得你是英雄 但我們只想要你當一個 平平凡凡的好哥哥 或是好舅舅以及好孫子 其實看到這裡就是特別的沉重 因為都很年輕 你要家屬情何以堪呢 而且這整件事情 有四名的消防人員殉職了 搜救人員在昨天傍晚五點左右 也找到了一具人類的骨骸 鋼瓶確認之後是第四位殉職消防人員 目前遺體已經送到了屏東市殯儀館 由檢方法醫進行相驗 現場最新我們連線給記者張淑海 好 觀眾 馬上來帶您關心 屏東爆炸案的最新 現在的位置就是屏東的新燈禮遺患 那根據消防局的最新公布呢 是確定已經有四位消防弟兄 是因公殉職 而且這個第四位消防弟兄呢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就已經有發現他的部分骨骸 不過因為還沒有辦法辨認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列為失聯人員 不過就在昨天的下午5點47分的時候 是找到這一位消防人員的骨骸 所以呢 現在四具遺體都是送到了 這個屏東市殯儀館 不過因為部分的遺體是有碳化的情況 所以現在還要進一步等 檢方跟法醫來做相驗的 相驗就是驗DNA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場已經佈置好四位 因公殉職消防弟兄的臨堂 那在今天早上各方也是送來了花籃要來悼念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應有消防聯合總會 也就是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就有送來了 這個花籃上頭寫著 耗氣長存 以及鍾勇楷模要來悼念 我們英勇的消防弟兄 不過在昨天的時候呢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黨陳建仁 還有林昌 王美花等人 是有來到了現場上鄉跟家屬悼念 那據了解呢 在稍晚副總統賴清德也會 再來到現場跟家屬做悼念以及慰問 以上就是在評論問題轉過到最新時間鏡頭 那目前我們消防局這邊的任務 還是救災 救人 找人 那我們等到順利的完成 我們應該要做的責任的話 後續事故的調查 後續責任的檢討 我想我們都不會迴避 但是現在請大家支持 我們的消防弟兄 消防團隊 在第一線能夠心無旁駛的救災 能夠心無旁駛的找人 我們本來還會leri 視聴訪